作者比方一轉 轉折之後往往是文章中重點要寫的東西 我們說了 However a new type of humor which stems largely from the US has recently come into fashion 他说掌耿啊 一種新類型的幽默 它呢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美國的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流行起来了 现在很时髦了 哎 怎么来说 这个句子简单 中间就是Wish引导一个非线的新等语从句 然后前后是主干 这个他就从语法简单 他说 which stems largely from the US 注意这个定义从句里面 stem from 这是15课讲过的重要知识 起源于 它可以换成originate in 还有have its roots in 起源于 说明它发源于哪里 起源于哪里 这个在15课五诗辨识的麻烦 咱们讲过 讲过那个什么零花钱的来源 讲过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短语 stem from stem from 这个stem老师说我做名词表示植物的净 那个植物的净从这儿长出来了 不是表示根在里边吗 起源于吗 这不很好记忆了吗 这个stem在这儿是名词当动词来使用了 或者用originate in也行 这个后面加in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originate originate 也是起源或发源 我们大家起源的名词是哪个词 实物课讲过把后面at去到什么读 不要读origin 重音在前面 在大声里面 origin origin 而且不要读到origin 后面发n再来遍 origin origin 再读动词 originate originate 我们加in 或者干脆用这大词的have its roots in 复习了 实物课讲过 roots 是根 植物的根在这里边也是起源于 这更好记忆了 那植物的茎和根都有了 我们看印刷树起源于中国 printing originates in China printing stems from China 或者printing has its roots in China 印刷树起源于中国 这个可以这么说 这是起源于说明的发源地在某个地方 本文中的幽默呢 是起源于这个美国 也可以用它 但是有些词用的场合就不一样了 如果用arise from 这是表示问题 困难 摩擦 纠纷 冲突等等 是源自于哪里 是因为什么什么东西 它也是表示跟着源头 但这一般是倒霉的事 困难呢 矛盾呢 纠纷呢 摩擦呀 冲突啊 是源自于哪里的 arise 因为以前我们在第二课讲过 大家记得吗 动词arise 表示问题困难等出现了 一般是倒霉的事 从哪出现的呢 from 是源自于哪里 注意一定是倒霉的事 比如说 the argument arose from mis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当然翻译成这个 分歧了 是这个 这个误会 这次争执 是起源于误会 注意 arise 它跟这个 arise 搭配类似 一般过的事 跟它 arose 我们再读一下误会 这个词 mis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当然来自动词 misunderstand 误会 这个争执 是起源于误会 因为误会 而导致的 你看 争执啊 矛盾的 纠纷的 注意 arise 一般过的事 arose 过去分词 arisen A-R-I-S-E-N 跟那个 rise rose reason 变化是一样的 这个是问题困难 源自哪里 还有一个表示 某人 从哪来的 你是哪国人呢 come from 或者用 hail from 都行 你是哪国人 你的老家 在哪儿 你是从哪来的 I come from China 我是从中国来的 我是中国人 或者I hail from China 这都行 这表示某人 是某国人 从哪来的 这个要区分开 本文中 这个stand from 用的是对的 他说这个 全美国的这个 幽默怎么样 看主剧的卫动词叫 has recently come into fashion 现在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 这个fashion 本来就表示时髦啊 时尚啊 流行啊 这么一个意思 come into fashion 是固定搭配 叫开始流行了 就进入到这个流行的状态之中了 开始流行了 特别好记 看一个例子 mini skirts have come into fashion mini裙 现在开始流行起来了 大街上很多女孩 都穿mini裙 mini skirts have come into fashion 已经开始流行了 这是fashion 常见的搭配之一 但是fashion 搭配特别多 还有一些 你比如说 be in fashion be out of fashion 都行 特别好记 望文生意 看到借词 就明白的意思了 be in fashion 叫正在流行 在流行的状态呗 我说mini裙正在流行 怎么说 mini skirts are in fashion 正在流行 过时的呢 叫be out of fashion 从时尚中出去了 过时了 已经被淘汰了 我说mini裙早就过时了 mini裙过时了 mini skirts are out of fashion who have been out of fashion 都行 已经过时了 这是这么来说 那如果流行的 时髦的 用形容词怎么办呢 形容词变成fashionable 就好了 这个用的特别多 那像我们大声 先读一下 fashionable fashionable 注意是流行的 时尚的 fashionable clothes 叫流行的时装 fashionable ideas 叫流行的思潮 流行的观念 fashionable hairstyles 流行的发型 大家都梳了一个头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fashion 还有它形容词 fashionable 相关的这个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 但是最后再回到 come into fashion 那么为什么用come into呢 come into 其实就是进入 某个状态里面去了 进入到流行的状态 现在开始流行起来了 我们再看其他一些大费 都是跟come into 固定的用法 比如说come into use 开始得到了使用 就进入了被使用的状态 开始得到使用 开始被使用了 以前大家都没人用 现在开始使用了 比如说computers first came into use in the early 1950s 电脑是最早在 这个这个这个 首先在1950年代的早期 开始得到使用的 以前是没有用的东西 现在呢 有人开始在用了 最早是在 无人内的早期 开始使用 come into use 再换一个 come into effect effect的效果嘛 就开始生效了 开始起效了 开始起作用了 come into effect 开始生效 你同样看例子 the new seatbelt regulations came into effect last week 这个新的安全带 规章制度 在上周已经开始生效了 就是这个制度 已经开始有效力了 你不遵守的话 有罚款了 你看come into effect 就开始生效了 也是进入这个状态了 再变 come into blossom blossom叫开花 或者比如说花朵都行 come into blossom 进入开花状态 就是开花的就行了 我们再读一下 come into blossom come into blossom 就开花了 同样的 the trees are late coming into blossom this year 在今年 这些树开花的呢 比较晚一些 平时春天的开花 今年呢稍微晚了一点 而late coming into blossom 就开花了 还有一个用的特别多的 come into being be动词 不但可以表示是 它也可以表示 保持普通的动词 就是存在或者活着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以前说过 人叫human being 我思过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还有我们说的 存在还是生存 还是毁灭 这是问题呢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个必动词 都可以表示存在 或者活着 come into being 就开始存在了 开始出现 开始产生 以前没有 现在已经开始存在 开始产生了 出现了 用come into being 我们看38课里面 有的搭配 咱们看一下 174页的第十行 174页第十行 看这个片段 Up to now Historians have assumed that calendars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Up to now 是迄今为止 历史学家都以为 assume是以为 假设假定了 怎么样呢 这个日历 calendars 是这个时候 开始存在的 什么呢 随着农业的到来 日历开始存在了 因为那时候 春众秋收嘛 要有一个立法了 come into being 是开始存在 以前没有日历 从这个时候开始 日历存在了 come into being 这几个come into 加名词 是不是特别好记呢 因为含义非常类似 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 好 再回到课文里面来 他下面说 这幽默叫什么呢 It is called sick humor 这个幽默被称为 叫病态幽默 怎么叫病态幽默呢 Communions base their jokes on tragic situations like violent deaths or serious accidents 这个句子也是个 这个简单句 非常简单啊 这Communions就是 丑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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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喜剧演员 怎么样呢 把他们的玩笑 基于那些悲惨的悲剧的场景 这不是第二段 第一句话说 一般都基于comic situation 但是他们基于tragic situation 看到别人倒霉 他让你笑 这个build something on 可以替换着base on 我们讲过 base跟build一样 或者刚才说found 刚才说过吧 Communions build 就是jokes on tragic situation 或者说found 就是jokes on 这个found不是发现的 一般过去时 而动词原型 建立在什么什么的基础上 来 都可以当极有动词 build和found 和替换刚才 文中的这个base 但后面都可以叫on 或者是upon 都行 好 后面这个like 是个比较口语的大配 这个like是借词了 我们说过 一般在书面 也可以把它换成such as such 空格 再加s 就例如说 violent death 暴死 或者serious accident 严重的事物 病态幽默 后面说 many people find this sort of joke distasteful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fine 依然认为或感觉了 这种类型的玩笑 怎么样呢 distasteful 令人觉得不愉快 令人讨厌 别人这么痛苦 你用他的痛苦来笑 这不是多残忍呢 distasteful 叫令人讨厌的 令人不愉快的 当然类似于unpleasant 或者语气更重一些 也可以用刚刚讲过的 disgusting repellent revolting reposit 令人作呕的 令人非常讨厌的 这个也行 unpleasant 语气就没有那么重了 跟distasteful 类似 令人不愉快 我们分别读一下 unpleasant disgusting repellent revolting repulsive 这个都可以 这是我们跟本文中一样 我们加宾语不足语 觉得这种笑话怎么样 令人觉得不愉快的 这可以说的 当然注意这个joke 如果前面跟种类的话 这个joke跟单数就行了 它不一定用复述 咱们的未来 在第34课会讲到 如果这个joke放在前面 可以是jokes of this sort 那么这个时候必须用复述 如果前面是种类的话 那么后面直接跟单数名词 就不用加贯词 也不用复述 这个表达是正规表达 当然这个换成jokes 也正确 这个未来具体的34课会说 那么或者咱们把它表达 再变一下 换成动词 很多人不喜欢 这个练习反响 不喜欢 讨厌 厌恶 憎恨恶 咱们看这几乎动词 many people 很多人 dislike 不喜欢 hate 不喜欢 despite 厌恶 鄙视 瞧不起 despite 咱们讲过吧 还可以用什么 abhor detest loze 或者abominate 都可以表达厌恶 鄙视 这类玩笑 对吧 你觉得别人痛苦 你看着他笑 多残忍呢 这个本文中替换句句 也特别痛顺 都是急无动词 分别读一下 dislike hate despite abhor 非常绅士的厌恶 语气更重一些了 后面这几个语气重了 再来一遍 detest loze loze 也是土舌的圣代振动 最后一个 abominate abominate 也是表示 绅士的厌恶 很多人厌恶 这种类型的玩笑 可以这么说 或者再变一个表达 因为我们的表达 怎么说都可以 左右逢源了 这种类型的玩笑 令很多人厌恶 我用那个玩笑做主意 令人厌恶 this was a joke 那么你形式上是单数 那后面位移动词 要用第三声单数了 repels revolts repulses discuss 甚至 sickens many people 令很多人觉得恶心 令很多人觉得讨厌 那么 令某人讨厌 这几个词再来一遍 我们把这s区调读动语言行 第一个 repel revolts repels 再度这个 disgust 最后一个 sicken 令某人恶心 这个都可以 好了 下面作者呢 又举例 你不信看看 下面举一个病态幽默的例子 让你觉得是不是好玩 the following example of sick humor will enable you to judge for yourself 下面这个病态幽默的例子 可以使你亲自做个判断 你觉得是好笑还是不好笑 好 这个句子呢 也是个简单句 语法简单 但是看词法表达 the following example 这是写作中重要表达 我们就能说下面这个例子怎么样 下面的可以用the following example 可以 但是这个词可以替换 你要多次举例的话 总统一个词不就重了吗 还可以用the ensuing example ensuing就跟在后面发生的 在后面会出现的 ensuing也行 或者说 the undermentioned example 在下面被提到的例子 undermentioned也行 或者干脆放到后面有一个词叫 the example below below在下文 下文中要提到这个例子 都可以 咱们读一遍 咱们自己要读五遍 跟老师读一遍 the following example the ensuing example the undermentioned example the example below 这写作中都可以用下面的例子 你要一句话中 一个文章中多次用下面的例子呢 这表达就可以替换了 同样的有时候说 我们上面举的这个例子 上面的例子怎么办呢 也可以有 比如说the previous example the preceding跟 ensuing刚好相反 前面的例子 preceding examples 或者说the above mentioned 上面被提到的例子 above mentioned 跟那个刚才的undermentioned 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呢 这个the example above 在上面提到的例子 这个都可以 我们见过之后都可以用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previous example the preceding example the above mentioned example the example above 都可以 这是我们在写作中说 上面的例子 下面的例子 这个都可以 好 再回到文章中 本文中下面这个病态 另外的例子怎么样 will enable you to judge yourself 可以使你亲自做个判断 哎呀 这又是复习了 26课我们讲过 enable something to do 多次说过 使某人能够怎么样 对吧 我们在前面也说过这个 我们复习一下里面 26课 126页第10行里面 126页第10行 他们设计出了数以百计的 那些竞争比赛 怎么样 它使我们能够赢得大笔的钱 enable us to do 使我们能够 这是可以用它 不能光复习 使能够还可以用 allow something to do permit something to do 也行 permit us allow us to win 这也算对 但注意 allow和permit 如果是人做主意的话 一般可以翻译成 人允许某人做模式 这个人允许另外一个人 去做模式 但如果是不做主意呢 反正使能够 使能够了 就不是允许了 open the air to allow the air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open the window to allow the air to circulate 使空气 能够流通一下 这是使能够 应它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我们在 当时26课讲过的替换 就是make it possible for something to do 大家还记得 也是使能够 就使它做事成为可能了呗 使能够 咱们再复习 126页 第10行 到第11行 就刚才这句话 下面那句话 第10行 到第11行 126页 广播和电视 使得广告商 能够用这个方法 来吸引住 百万人的注意力 百分钟能不能带你去 当然可以 比如我们先用 allow permit 是不是可以说 will allow you or will permit you to judge for yourself 用make it possible呢 will make it possible for you to judge for yourself 就好了 结构是一样的 可以替换 这样的话 我们写作中 又多了一些替换的储备 就是我们既要 当诸葛亮 我们知道 在什么时候该换 什么时候不该换 首先呢 我们这个 诸葛亮手下 还有大将 蜀国第一个灭了 为什么 蜀中无大将 料化冲先锋 你光用诸葛亮知道变 你手下没有将来 使用也不行 所以平时多做一些储备 这写作就左右逢源 如意得水了 我们在这个 在指导方针上 知道该怎么做 同时手下有兵有将 否则的话 你想换 没有储备也不行 就好了 但是注意 这句话最后 for yourself 可不能翻译成为你自己 不是为你自己判断 而是亲自做判断 注意这个习语 do something for oneself 不能翻译成为自己做事 而是亲自做某事 不是他人代劳 不是让别人判断 你自己做判断 亲自做个判断 这个结构特别重要 我们再看46课 也出现这个搭配了 咱们进一步强化 212页的第一行 就是46课第一句话 212页的第一行 注意这句话 so great is our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yourself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ized labor 这个labor 我用的是美食品写 英式是OU2结尾就好了 so great放在巨手 后面是用倒桩了 so放在巨手 倒桩 这个跟大家搭配 也是如此以至于 我们怎么样呢 这个热情 我们说了热情 爱情 同情 后面界词一般都叫for 我们做事情的热情 怎么做事情 for ourselves 我们自己动手 做事情的热情 是这么大 是亲自做 不是他人代劳 不是为我们自己 但热情这么大 以至于我们正在变得 越来越不依赖于 那些专业工人了 很多事我们自己做了 这个for yourself 也是自己亲自 不是他人代劳 我自己出马 好了 下面说 下面这个例子 可以是你亲自做个判断 你自己看看 是好笑还是不好笑 第二段引出了本文的主题 第三段呢 就举了一个具体的 并太幽默的例子 这是什么呢 以后再第三段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段跟老师 就学习到这儿 好 下面在第三段呢 作者就举了一个 并太幽默的例子 咱们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段说 A man who had broken his right leg was taken to hospital a few weeks before Christmas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 这个白颜色的 其实是句子主观结构 就是A man was taken to hospital 一个人被送到医院去了 其他的呢 都是附属的一些结构 比如上面那个 A man后面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互引导的 当然是定义丛句 一个右腿摔舌了的这么一个男人 对吧 还是修饰这个 A man 然后被带到医院 在什么时候呢 后面那个话横线呢 是我们的时间中 A few weeks before Christmas 圣诞节之前的几周 我们以前多次说过 之前之后多久 就在before和after前面 加上这段时间就好了 对吧 报警之后十分钟 10 minutes after calling 911 对吧 我们讲过 这是复习 所以最后这是时间状语 那么先看这定义丛句 who had broken his right leg 这当然是正确的 就是弄舌了他的右腿的这么一个人 因为被送到医院是一般过去时 腿摔了是在过去的过去发生的 所以过去反正是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他的右腿摔了也行 他的右腿 是不是就跟关系代词 whose了 whose修饰的右腿呗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A man whose right leg had been broken 这个表达完全一样 这表达也对 也可以 这又是一个替换 也对 他的右腿摔了 这么一个人 被送到医院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 把某人送到医院 当然不用take and send send somebody to hospital 也是送某人去医院 但注意 不能说to the hospital 或者to a 前面不能加贯词 因为我们说 强调医院这个功能的时候 是不能加贯词的 正如我们说 去医院看病 go to hospital 不能说go to the hospital 是一样的 如果加贯词的话 就送某人到医院去 不知道干嘛起来 强调看病 是不能加贯词的 正如去睡觉 go to bed 强调床的这个功能 是不能加贯词的 但go to the bed 就到床那去 可能拿东西去了 所以在这都不能加贯词 本文中be taken to hospital 就要表达完全正确 那类似的如果住院呢 住院可以用be in hospital 一样不能加贯词 或者干脆用动词be hospitalized 这个hospitalize 做极物动词表示 使住院 所以某人住院 可用被动 这个也对 我们大家大声再读一下 be in hospital 住院 或者先读动词 把动词字母D 去到留下字母E hospitalize hospitalize 所以be hospitalized 也是住院 这个是住院 不能光住了 我们的出院呢 病好了 出院了 怎么说呢 看第18行 这课书的第18行 是不是出现了 leave hospital leave hospital 出院 大家看到了吗 医院前面 依然不能加贯词 尽管医院是可数的 因为强调医院的功能 出院了 并不是离开医院 并不是办完事走了 而是病治好了 离开了 所以同样的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记住 在医院里看病时 在外国有门诊部 有什么住院部 有急诊科等等等等 咱们看怎么说 这个门诊部 到了第4册 28个病人和医生 咱们会看到 有个缩写叫OPD 咱们在外国到医院 看到OPD三个字母 咱们知道 表示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叫门诊部 这个outpatient叫门诊病人 因为在外边的病人 不住在里边呗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outpatient 门诊病人 读一下这个短语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缩写用OPD就好了 那住院部呢 刚好把out 混成in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 impatient 这是门诊病人 就住在里边了 但是注意 我们看到那个 impatient 表示不耐烦的 那是I am P A T I E N T 这是I am 尽管后面是P 但前面是in 不是am 为什么in 要停留一下 impatient 而原来impatient 再连到一块 所以只能用am了 我们再读一下 impatient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叫IPD 我们知道这是住院部 门诊部 住院部 但是急诊 不能说急诊部 急诊的比较小 是急诊室或急诊科 这时候表达的有区别 英联邦国家 一般都用casualty 在美国一般叫 emergency room 在美国一般有个缩写 ER 叫急诊室 好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先读一下英联邦国家的说法 casualty casualty 再读一下美式的 emergency room emergency room 缩写叫ER 我们知道就好了 好 本分钟是被带到医院 干嘛呢 在圣诞节前的几周 送到医院去了 然后呢 这个人就特别不乐意呀 就快过节 多不吉利呀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kept on passing his doctor to tell him when he would be able to go home 还是先看语法 成本分析 那么 这巨手第一行 这个豆号前面的黄颜色的 整个是一个时间状语 自从他到那时候开始 from是借词 借词端语做时间状语 from the moment the moment 后面又挂了一个定义重句 迁套在时间状语 内部的定义重句 he arrived there 修士这个moment 可以看到前面省略了 when或者省略at which 自从他到那开始怎么样呢 然后后面那个主句结构 是keep on he kept on passing his doctor 他不停地来缠着他的医生 然后后面加to do 是缠着某事 非常让他做某事的 去干嘛呢 后面这个to do 从动词不定是to 开始到巨末 明显可以看到目的状语 就为了让医生干嘛呢 为了让医生告诉他 这动词不定是 从to开始到巨末 是目的状语 目的状语里边呢 又牵套了一个定义重句 win引导的明显做tell的宾语 宾语重句 告诉他什么时候 他能够回家 为什么 他说圣诞节一年就一次 大圣诞节的 你说我住医院里 跟死人呆的一块 多不吉利 一时就缠着带 我多少能走 这个注意 好 我们先看这个from from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一直缠着带 这个缠着医生 自从啊 做借词我们有两个词 第一个叫from 是可以的 还有个since 这两个词使用时呢 注意一个区别 什么呢 如果用from 这个界词 那么他后面的句子的实态呢 就用一般过去时 或者什么完成时 这个都可以了 他没有什么实态的限制 但是如果用since 那么他一般 在后面都用完成时 用since这个词 一般后面要用完成时 这个要注意 当然我们先看看 本文中这from 后面加了一个the moment 后面加定义从句了 这个他说的是 from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前面省掉一些成分了 省掉什么成分呢 可以看到省掉了when 你不是定义从句吗 这不关系副词吗 指那个时候吗 when he arrived there 这个when被去掉了 或者把它看作是省了at which which是关系代词 他修饰前面那个moment 那么在这个时刻 应该叫at which 那借此搭关系代词 相当于关系副词when 或者把它相当于 这个省略的that 注意这个that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关系副词了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arrived there 这个也行 或者什么都不加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什么都不加也行 但是可以把它看作 省略了when at which或者that 大家发现这个情况下 特别类似于咱们 以前说的一个 表示方式那个way in the same way that 我们说如果先行词 是表示方式那个way 后面也可以把它看作 是省略了in which 或者省略了that 或者什么都不加也行 那个时候that 也相当于关系副词 因为它相当于in which 在这相当于at which就好了 总之后面是定义总句 如果先行词表示时间的话 那么这几个都行 那么什么都不加 是最简洁的 那后面呢 我们再强调一遍 那个from和since的区别 he kept on pastoring 注意cam 用的是一般过去词 如果from做介词的话 后面一般多用 一般时比较常见 尤其一般过去 它不一定非同完成了 但如果since的话 它一般比较严格 since the moment he arrived there he had kept on pastoring 后面的完成时了 在这根据语境 是过去完成时 你的出院以前的情况 用完成时 但本文中呢 用的是from 后面就未必用完成时了 这个注意 它的时态有个小的区别 就from和since 同样表示自从 但注意后面 具的时态注意 后面不停地缠着医生 令人讨厌的 不停地做模式 老是做模式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这个on可以去掉 又是老知识的复习了 在哪呢 在第二课中讲过 be always doing something 老做模式 我们就说过 keep doing keep on doing 也可能令人烦的 不停地老做模式 这是复习 本文中也是 缠着医生 非让医生说 多少能回家呀 对不对 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这更多对 我们再复习这样的句子 看看怎么翻译 why do you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怎么翻译 你为什么 总是犯相同的错误呢 怎么这么笨呢 很生气 怎么来说 你看这个on可以去掉 why do you keep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加不加on都行 它可以表示一个 厌烦的语气 再比如说 how can I explain if you keep on interrupting me 这是令人烦的老做模式 我说 你要是总是 不停地打断我的话 我怎么给你解释 你要让我解释 你老是听着 你别说话 老打动我讨厌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也用的对吧 你如果老是打动我的话 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所以keep doing keep on doing 有的时候可以表示 讨厌的语气 但未必一定是令人烦烦的 但它可以表示这意思 这类似于我们说的 be always doing 老做模式 跟那个搭配是类似的 那不加on也行 你看本文中呢 就出现了一个 不加on的例子 你注意在本文中 第二十行开始 注意就看二十九课 课文第二十行最后 第二十行最后开始 in the process he enjoyed himself thoroughly and kept telling everybody how much he hated hospitals 在这个过程期间 他过得特别开心 并且跟周围的每一个人 总是不停地 嘚巴嘚巴说 他多么恨意愿 keep doing something 也是令人讨厌的 老做模式 大家都烦他 怎么跟 这个人跟祥林嫂一样 不停地得不得问 这个去掉 也行 也可以 好 本文中他说 Pastor说了 这个纠缠 缠着医生 非常医生 告诉他 他什么时候能回家 为什么这么纠缠呢 下句话解释 he dreaded having to spend Christmas in hospital 他非常害怕 不得不在 医院里 度过圣诞节 这个dread 后面叫doing 又是我们在第11课 这个过海关那一课 就是讲过的 这么一个重点搭配 dread 我们可以加名词 或动名词 叫害怕某事 dread加名词 或者doing都行 叫害怕某个东西 或害怕某事发生 百分钟呢 害怕的是 不得不在医院 度过圣诞节 这个情况是害怕 害怕某事发生 你再看这句 she dreaded getting old 这个都对 是什么意思 这女人害怕变老 这个事情发生的 很害怕变老 本分钟害怕 不得不度过圣诞 在医院 这个也对 但是dread加动词 不定试 意思可不一样了 dread to do something 得翻译 一做某事就害怕 一做这个事就害怕 而不是害怕 这个事情发生 这是不一样的 你通过例子来体会一下 I dread to think what will happen if I fail 怎么反映呢 我一想到 如果失败 什么会发生 我就觉得害怕 所以不敢失败 一想到如果失败的话 哎呀 世界末日了 我就害怕 这是一怎么样就害怕 但是你看上面的句子 能不能用to do 能不能说 she dreaded to get old 她一变老就害怕 这不通顺吗 她害怕是变老 这个事发生 所以害怕某事发生 得用dress doing something 或dress加名词 本分钟加这个having to 是对的 她害怕的是 不得不在医院 度过圣诞节 这个事是她害怕的 这个病这是对的 那 她遇到我 她遇到她 她是对的 她还以为她